我們昨天就在做教育遊戲那一間公司 看到有個什麼卡箭 對,就是我們主要是因為有些人對於教育遊戲的認知上其實有一些不同 他們會覺得玩跟學是不法好好地並存 那我們希望就是能夠做到這次玩中學學著玩 免得來說就是50%50%的效果 他們學習跟教育跟遊戲是完美的問題 我們在一起不會只有玩但是沒有學 那這是我們最近最近都遇到一些狀況和影響 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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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台灣的遊戲教育附近很深 那遊戲教育其實我們是我們自己也被一種編成研究出來的 所以我們其實在我們自己的遊戲當中設計當中 所以我們都會做一些實證或一些實證證 所以他可能就在新遊戲上或者是在體面上其實有遊戲上 所以會達到一定的程度 然後那可能也發生說 因為其實教育遊戲大家就是 欸感覺到你今天講教育遊戲上就知道 可是他其實在設計的在面上其實就像不一樣 那可能發生就是會有 大家就會覺得對遊戲這件事情會有 那是不是比較不用我們認識的 所以我們希望把教育這塊更放大 而且更在設計當中其實真的把學習的這些理論 跟這些認知的一些概念放在遊戲設計當中 因為很多時候是為了跑為了遊戲而遊戲 就是說遊戲從一開始的時候就是為了教學的名顏而設計 不是說我為了教學要去參加主動還是什麼 對對對 真的假的 所以可是因為我們就發現 比如說我們最近在先從讀書裡來看 在先從讀書裡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我們找到了 我們會得到一些提升的反應 因為我們最近也 我們也因為希望讓這件事情讓各國人知道 所以我們會走大概三條路線 第一條路線我們在今年已經辦了一個 就是全球華人的教育有限競賽 那其實收件也從香港、東加坡、日本 也滿多人投錢金牌 會成一百多件 就是EDGA 對 EDGA 那目前大概有八十幾 就是正正在記錄上的案件大概是八十幾件 那我們也遇到先從讀書裡的一些反應是說 因為我們在裡面 不管是在從文的評審制度上 我們都也是用研究的一些年輕的態度做 甚至是用得懷術的方式去用讀書 可是我們就會發現說 因為我們也是欣賞 我們也是需要一些資金去運作 那會申請一些問題 可是在我們的評審委員當中 確實都在教育領域 就是甚至在國際都是一些 在教育領域研究上面 因為我們希望它是扎實的 所以我們會從研究出發 那就是 則是在教育領域的專家 在評審的認為就會覺得 好像不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會常常遇到這樣的一個反饋 那比如說 那就是說他們沒有碰過這種東西 是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 就這樣一直碰冰 就會說 那你們這個 他們可能 因為可能大家領域不一樣 所以他們不認識這個人 沒有專家 所以他們就覺得我們的專家 或是我們的整個制度 不是那麼的嚴謹 或者是有公信力 當然我們也很想知道說 該怎麼去推進 甚至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現在一直遇到的一個卡關 因為當我們有提到說 我們的評審在 就是WHOA市場排行榜 大概都在前身裡面 他們去說 那是因為這個領域沒有人要做 所以你才可以排到這麼前面 OK 所以我們遇到的滿多 然後儒個山領域 蛤 蠻特別的釘子 對 我們大概就是會不知道 陰謀一家的當下 不知道該怎麼樣去提供更好的信息 或者去說服的事情 不過你們的這個評審 他是哪一個系統 是科技部教育部 還是其他的學校自己的系統 我們都是請各個學校 專門做教育裡面的教授 或者數位教育的教授 所以就是科技部預算 其實沒有啦 科技部預算 我們都沒有預算 自己的計劃 OK 所以你光是請評審這件事情 就已經很難了 對 就已經說 變成評審的研究計畫 一起發 paper 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因為我想說很明顯的 就是他參與至少更好處 是他可以發 paper 對 可是基本上我們這次完整不是用任何的計劃 全部都是自己來 那補助計劃只是在我們創創在評論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除了EDGA這個計劃正常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有點類似 他是把教育遊戲結合 類似那個Pokemon 實際的教育 對 它是用AR 類似的 但它是 我們目標是希望它可以 有點像是Pokemon那樣的概念 我只知道他來也不知道他 是 那它可以跟觀光跟在地融化結合 那因為其實我們也是希望說 它不是只是教育 它也是跟觀光可以結合 包含行銷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有大概兩個 這是第二塊 那第三塊就是 當然就是我們原本 所以就是 一直都有在做的是桌遊 教育桌 那也是把 因為我們的教育桌也是 有認識出發電域實證研究 所以我們現在能三塊再進行 所以我們會去申請政府有補助 也是因為希望可以到這三件事情 同時去 可以 申請 那 所以 基本上 請他的評審都是 確實都是在這領域的 老師們專家教授 甚至業界的專家 但是他們都是 因為我們自己用自己 就是自己去 請他們來當委員的 這個 比賽 甚至我們這些 我們自己的案子 一些評審任務 所以 這個 比賽已經 評選完了嗎 正在評審當中 因為 當初 那個評審會議 剛結束一個禮拜 所以最近還是在評審 所以 就是大概 五月為攬獎 五月九號 我們已經場地 選在蘇政府 哦 OK 蠻不錯的 至少能見度蠻高的 因為剛好那種舒展 所以剛好就 心意去一串這樣 是覺得播放多 因為想要讓更多人認識真正的體驗看看 這非常好 因為舒展也正在往這個 互動型包的方向走 對 所以聽起來 一片大好 對啊 那就是 因為遇到了一些 停警 就想要你該如何去 客戶 所以一個就是說 對於比較傳統的 就是教育界的 公信力的建立 我聽起來 這是第一件事情 因為 我們 我們在 我們 畢竟這些案子 都是自己去走 大家當然都會靠一下 可是在補助常常都會比較像這樣的 後期 我們就 甚至不管是 不管在補助 或者是在跟人家 介紹什麼東西的時候 都會遇到 同樣的問題 在發生 可是我們即刻搬出了我們的 班底 他們也不認識 也不了解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樣去 切入說服 或者是 讓他們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 蠻苦難的 OK 可是我一直覺得有些話教育 就是自從這個 Pagamo 大紅大子之後 似乎是一個 不太需要證明的事情 他已經變成台灣 就是一個 國際上的一個格子 包含我們在 就是在學校的那個展覽 也可以看到說 其實根本 而且不需要特別去說服 朱劉老師 因為現在老師 多少 對 都發現說 現在因為你只在跟學生的手機 競爭注意力 你要是不端出一些更好玩的東西 沒有要跟你講歌 不端就慘了 對 你就直接輸掉了 對 除非你沒手打手機 那我叫學生就造反 對 沒錯 最重要的還是說 這是現場實際的需求 這是剛性需求 對 我不是什麼 good to have 這個是你沒有的話 學生就不理你的狀態 所以 我一直以為說 像這樣子的概念本身 至少對第一線老師 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對第一線老師 我們有一點像卡簡單 因為不管是在數位遊戲 或者是在桌遊 你要真的讓每個老師18週 都用一款遊戲或數位遊戲 實際上來講是很可能 當然 所以我們用卡簡單的方式 是讓他們可以用遊戲的方式 因為老師們也就像 要端出新菜嘛 那我們用卡簡單的方式 讓老師們每週可以端新菜 可是這個門檻是相對低的 你不用自己設 不用顯示 設計出自己的互動東西 你不用設計一款桌遊 一款桌遊的開放時間 可能是一年 但我們可能為了一週開發 一盒的東西 我知道 所以才有這種速成 模組化 對 只要加熱水 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 我們也是希望 因為 那老師可以 老師越容易應用 在第一線的音樂去接受 對 那這樣的一個模式 其實也都經過 就是學術的一些點證 不知處當然 就非常好 對 因為我們也是希望 老師們在試的時候 我們可以當作他們的backup 因為常常會說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當作他們backup 讓他們可以自己 不斷往前 那我們的研發也會不斷的 有新的東西 讓他們繼續往前走 所以我們的EDGA 也是因為是像這樣 所以你們如果不辦EDGA 你們本身這樣子 看起來隱灰在短期 是可以打拼的嗎 就是指靠 指靠是很難的 很難的 因為持續的 因為台灣的體系就是 所有的工作坊 基本上 老師們都不用錢 不用錢 他們不太願意真的 花錢去讓自己學術更多的東西 因為學校會提供蠻多免費的演習機會 他們也會提供孝師食術 所以目前我們能夠願意來我們這邊學習的老師 我們會覺得他們是非常的有熱忱 真的是很有熱忱 對 很主動的 其實蠻有趣的 反而是我記得老師們來會來 因為他們 譬如說新加坡、山港 南西港、印尼 他們有些好好的學校 但他們覺得 欸台灣這塊這樣怎麼很錢 他們需要一些新資 他們反而會特地花 花時間 花資料錢的住宿 來這裡去學我們這一套 那台灣的老師 比較多容易參加反而是 醫療體系的老師 醫院的老師、教授 是 所以跟我們圓圓圈的設定 確實有一些個改變 不過那你們也知道說 我們 我們確實也在 海外跟伊達爾會多 有比較多一些 對 就嘛 另外一個問題 像我們的學員 基本上有三分之一來自國外 是 可是一些委員卻說 我們說要做國際 幹嘛一直留在台灣 是 我說我們做的是希望 將台灣變成 國際是全球的遊戲 教育中心 而不要 就是希望吸引外國人來這邊學習 所以這是我們的國際化的概念 他們就覺得我們應該把課 全部開到國外 不要在台灣開課 嗯 這一點其實我們也嘗試 用我們的數據去說服 他們好像也不太能接受 OK 所以你們在講這個委員 具體來表示什麼 SBI 審查委員 可以說這麼多 SII 審查委員 可以說這麼多 你不要講名字就好 那個 創業補助的委員 創業補助的委員 對 OK 這是市政府嗎 嗯 對 市政府我們其實沒有解除 所以你也不回到這個 然後另外 再看看 那另外一個就是比如說 像在 我們現在住 我們在另外一個對方的好久就是 創業補助的 Pok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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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我自己都會講 Pokemon 然後跟就是 觀光跟教育的細節可能 然後它確實它是 我們也希望它降低 因為不要讓它覺得它是一個 學習遊戲 對 讓它焦慮感跟它的 就是一開始的入手度很相高 可是我們也很想知道 就是 您看來可能比我們更多 嗯 那如果 它 我們如果繼續走下去 這個是 走這樣的一個方向的話 它是可以繼續進行 你所謂的教育性質沒有那麼高 或者比較不會把自己定位在 就是什麼電腦付出教學 什麼之類的 嗯 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都會想到就是 什麼量表啊 什麼之類成就取向 等等等等 那你其實想說 一開始把這個先放掉 等於是 玩樂中 它學到 不管什麼就是什麼 而不是會預先 給它一個 線性量表 所以它一定要學到什麼 意思是這樣 對不對 那我覺得當然啊 這不是我們這個 新課綱的謹慎 對 培養終身學習者 對 因為我們 在做新課綱的時候 我們也 理解到說 我們現在即使 能夠做一些 學習量持什麼的 12年之後會比它有意義 12年之後大概就完全不一樣 對 而且那時候說 一定是小孩當然 兩次都還兩次 這個普平的狀況 是非常常見的 現在的課堂其實 老師如果要假裝 他腦力裝全部的這個 標準答案 還有一個量池可以量 那他就要先讓 小孩都不能連到 為幾百科 對 他才能就是 保障一點權威喔 那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本來現在的學習 完全就已經改變 那不管是 新課綱也好 或者是在新課綱底下的 學生也好 大家期待的都是 大家一起解決問題 而不是每一個人 個別性的去培養 他的學習量持裡面 甚至跟別人比較 那種個人競爭力 這個是越來越不流行嘛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向 哪有樣做 整個狀況都站在你們這邊 只是說在小學階段的話 要六年嘛 他才會慢慢席卷 整個小學階段 那我不知道你們現在做的是 包含重生教育 全部都有做進去嗎 還是 那你覺得我們會昨天在 就是學期階段 小孩學階階段 就是小學 中學 小學 到大學都可以 到大學都可以 因為大學就比較偏 比較專業的部分 對啊 那如果大學可以的話 你有一整片拿牌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把它分成 就是你可以 它是可以跳舞 所以它就是 我可以跟祖國的需求感度 你甚至想說 它只是單純的遊戲 也是可以的 因為我就希望它先進來 進來之後 你想要多加 而且它每個地區 它都可以重複的去體驗去玩 然後 甚至後面 現在在進行的就是 讓老師們 他們也可以update 他們自己的想法 可以在什麼的品牌去try 比如說 我對這張很熟 那因為現在有很多 相處教學的教材 那你可以update上去 那有點像副本的概念 那我去挑戰 這個老師的領域 那老師們也會知道說 因為我們品牌後面 可以讓老師教學 所以他現在可以上傳了 是不是 有點像可汗學員這樣 我們現在是 在MIT的老師 你可以 你之前的很出行 很出行 透過Google Map 做很出行的東西 但我們希望以那個 去做顏色 OK 但如果你把老師 尤其是大學 不管是通識 USR這些系統的 甚至大學有創業課程 這些吸收進來 其實他們都有非常多 現成的教材 很多也都願意 用CC授權來分享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他們變成你們的系統開發者 就不會是 你們自己要 交進老師 去找預算 我們也是這樣講 而且我也希望說 讓老師們有更多的地產 他除了只是有性之外 他也是其實可以 是一個教學的一個 對啊 因為現在已經有很多 共同Maker社群 現在只是說 如果你是專門管 低年級的話 這個創造力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去 就是 因為他大部分是靠你 跟學生 就是 就是 播感情 而不是 而不是靠這種 就是極致的設計 可是到如果是高中 或者甚至大一大二的話 那確實大部分這種 知識性的模組 都是公用的 那這樣的話甚至 好像新加坡開發主 什麼可以用 比如說 到那種學習階段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你們 如果是 往這個角度的社群 就是 把知識變好完 而不是 完了之後一定要 好什麼評論的這個方向 我覺得是 完全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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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我們也是覺得說 自己在過去學習當中 不會覺得知識是好玩的 可是 對大部分才怕 其實那些東西都跟生活上是有連結 對 所以我們遊戲的組合 都是跟生活有關 就是 講白癮它就有點像在線上的馬蓋鞋 就是線上馬蓋鞋 最原先是想到馬蓋鞋 把馬蓋鞋的媒體故事 變成 我們遊戲內容也可以 這樣子 這很棒 你有沒有名字叫創創 這個是有什麼原因吧 當初就想就是 創意跟創新 哦 還算我們取完之後才發現 好像很多創創 這個SEO 就是 也很難贏 哈哈哈哈 對 太多名字都叫創創 很單純的覺得 然後發現茶沒有用 就用 就發現好的地方都叫創創 對對對 這個真的是不容易 哈哈哈哈 不容易 現在找創創 還很難找到你們 對 那譬如說 因為其實我們的EDGA 它其實 我們也被女神問到一個問題 它是到底它知道這是 certificate還是偶尾 其實我們把它定位 比較像是米其林 或者是紅蓮 或者是像什麼 dance selection 它其實就是偶尾的概念 我們沒有真的要找到 certificate 我們希望 只是先把這個概念 大家去拿到 注定 然後 一定的一個標準 或是改變的項目 不 而且 certificate 你就不能說 只給一個 即將可以贏獎 對啊 應該是所有通過的 都一樣 所以我們當初其實 也是希望 用這樣 因為 我覺得評審們 很希望我們做出 設定 其實我們那時候 就覺得 我覺得 certificate也不是不能做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放在 可以拿你們的模組 去二創的那些人 就是說 好比上說 你剛剛不是說 你未來打算開放 一些比較高學習 就要拿你們的東西去混搭 然後 可能自己做出自己的關卡 但是 我們知道 當然 如果有玩過像Compus Strike 就可以知道 就是 混搭到最後 說不定贏原創 但是 至少原創這邊 還是會給一個certificate 就是說這是我認可的同仁 或者是混搭 那 那些隨便從網路上面 到圖的 那個就不是 對 那我覺得這個還是 一定程度上 你們還是要有 策展的能力 就有這種 Curation Power 不一定是說 你就不允許它去發布 而是說 只有你們推薦的這些 才能夠碰得到 你們現有的程度 那我覺得 這也是有必要的 不然的話 就立刻就被 就是洗版洗掉了 對 那所以我會建議說 因為就是說 當你開放這個平台出來的時候 人家會做什麼 說真的你完全不知道 對 對 我覺得你辦一些 有certificate項目的 類似透過互評 或什麼之類的方式 然後挑 你覺得在那一個 知識領域 你覺得足以作為模範的 一些出來參考 那你給他一些certificate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幫助 而且也是因為它 事實上是你們的 著作權的延伸創作 所以事實上是對你的改作 所以你還是可以給它一個著作授權 那就算是我們現在最寬鬆的 就是所謂創用CC授權 它還是不可以不寫說 它本來是你真的來的 對 它的credit不能強調 但是這個credit 就有連回來的這個要求 就是你要給一個網址的話 它一定要連回來 那你在這個網址上面就可以去做變化 就是說這個網址上面 我們有certificate 其實就這些 那你如果別的連回來都在這個名單上 那就表示說它的品質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加強 我們接收 那也沒有關係 我們下次的減額的時間是多少 再付一點報名費吧 對 之類的 就是說即使純粹CC授權 你都可以做出這樣子的一個經濟模式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必要的 對 那Award因為又是國際性的 而且又不是用你們的著作權 那當然你也沒有什麼資格去發certificate 除非你自己已經變成米歇林訓練學院那種的 就是藍帶是嗎 你那個還 所以你那個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像米吉它是先從他們的學院開始 還是先從它的 像藍帶的話 我會慢慢確定它就是先用它的這個教程 然後你要先符合它的這個要求 對 那米歇林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米歇林它事實上是先去建立起它的這個貢獻力 對 那等於是說 後來被加進米歇林的是能夠跟現有的米歇林列在一起 哦 對 米歇林 所以它比較特殊 就是說 它靠的是一開始的那一批真的是口碑非常鼓 那所以現在說台灣被列進米歇林 台灣好高興 因為說它已經有帶動消費的這個能力 所以先用幾個比較象徵性 就是標竿 對標竿 那標竿並定是一個光榮 是一個光榮的事情 那現在因為你們第一次辦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最後的金獎會是誰 那如果金獎出來我也覺得很憨 那我就會覺得像這個角色 是不是 你太遠一點 不要太累這樣 對對對 不要太累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開始那個標竿很重要 要定牌要過高 我們確實蠻明確 我們是真的很明確 因為我們你可能從學也不會修 對 不希望讓人家覺得原來教育遊戲也只能到這個地步 那就很可惜 那也不能從學太久了 從學個兩屆大家也不知道要不要幹什麼 對 其實我們另外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有關於行銷上面 對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真的是有點像是 蠻幹這樣子的 所以就是 行銷上面一直都是我們的弱項 不管是在我的 因為其實也有課程 然後跟現在的一舉類 也一舉類 然後我就覺得 嗯 有點亂 我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去做 去做行銷這件事情 對 但是就是說 我剛剛想問的還是說 就是說你們目的是先建立你們的品牌 讓所有人都聽過創創遊戲畫學堂 這是第一步 還是 你們現在要的其實是 你們的特定的服務或者特定的產品 因為那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有的時候 你如果做的是產品或者服務的推廣 那你不一定要人家認同你的理念 你只要讓人覺得值回票價 願意推薦給人 這樣就夠了 這是一種行銷的模式 那如果你是為了傳播這個思想 你其實根本就不在乎 就是大家到底有沒有來用你的產品或服務 你只希望大家對於遊戲畫學習 或者我不知道現在你們在推什麼概念 就是對這個概念 能夠理解 那這樣子的話 反而就是你是跟生態系裡面 所有正在做遊戲畫學習的人 半越大越好 就是大拜拜等等 把它變成一個梗 變成一個大家非討論不可的事情 那從那個裡面你再去找說 連那你在這個生態系裡面 有什麼獨特的定位 好像剛剛我聽到就是說 你們的這個知識的功底比較深厚 你們可以去比較舊式 甚至用一些比較量化的方法 去做出來他對心流啊 他對這些東西的 就看你是生態系裡面的正當性的給予者吧 對 但是那就是要先把生態系做起來 不然你給再多Aval or Certificate 也都是同學的 就是自己人在玩而已 對就是自己人在玩的同分車的感覺 是指整個產業嗎 對啊 就是說生態系它大概分成幾個部分 就是一個是說 當然就是說這個理念本身 需要有人去進行推廣 那這個推廣就是我們叫做 可能叫做就是impact leader 就是影響力的領導者 對 那但是就是說在你有那個 影響力的領導者之前 就是我們通常講的是那些時候 很常見的就是說 你要先講說本來有多麼不好啊 這個因為這個 飲食教育啊 死輩啊 什麼之類啊 導致學生學習 東極低落啊 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有個解決方案 那這個解決方案 可以有效的這個規模化 為什麼規模化呢 因為大家都可以加入 然後來當做這個 共同創作者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這一套論述嘛 那但是在這裡面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如果要說服 不管是補助案的評審 或者是投資者 或怎麼樣 你要先告訴他說 為什麼他投了錢之後 你可以造成額外的影響力 因為你已經不是在講說 那你不要再去 去丟錢到就是主流的事情 你要問的是說 這些非主流的投資者 或者是補助案的這個 握有補助款的評審們 為什麼你的這件事情 比別人的都值得做 那這個時候就是要Differentiator 就是你要找出你的差異性 那這個時候最常見的就是說 那你有一個生態系 這個生態系裡面有一些 影響力領導者 那這些人就是定義遊戲化學系的 這些大師們 發現這些大師們 你的評審裡面竟然都有 所以他們就可以去 基本上我們都是這些人 對對對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這些人跟這邊 就是實際上 產生影響的人 他這個中間 有沒有後面的這個 那後面的這一塊 其實是最常被忽略的 就是說 你產生領導者的方法 應該是說 第一線的教師 實際用了 然後他們覺得這個思想很不錯 這個怎麼怎麼樣 它是從實際被影響到的人這邊 去取得它的貢獻力 那當然台灣的就是狀況是說 大家都很運行一些新東西 但試了之後 能夠用比較就是前測後測 等等的方式 去累積出它的性度消毒的 並不是非常多 就是在教育創新裡面 常常是口而相傳 就是說我用得很棒 但是你問我有沒有量化效益 我不知道 說真的 對 那所以我覺得你們的特點 是在於說 你們可以去做影響力評估管理 你們也可以去做量化效益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那別的做類似遊戲化學習的人 也可以透過你們的這一套方向 來獲取影響力引領者的這個地位 就是說 經過你們的認證 那這樣子的一套做法 實際上它就可以去減少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 少年再犯女人 不是 這類的 那就是說直接都可以算 有一些是算得出來的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塊是 大部分做生態系營造的時候 不會去花很多力氣的地方 但是一個生態系它到底會不會變成 生態系是只是一堆山頭而已 其實是靠這個 就是去靠這個山頭裡面 大家彼此切磋 然後去發現說 當我們把我們的方法論串聯起來 變成那個山脈的時候 我們產生的綜合效益是比較高 又或者是說 我們發現串聯起來之後 彼此抵銷那也很好 然後至少學到說 我們會彼此抵銷 這樣教學方法不要同時使用 對那但是至少要有人 就是來做這樣子的 study 那如果沒有人做這樣子的 study 確實就會變成一堆同溫層 就是每一個影響力的中間者 各自用一個山頭 但是就會變成是 那你在這個 conference 永遠找不懂另外一代的人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還是會覺得說 你們自己定位上 如果是要營造生態系 那也許是這個方面 那如果你主要是要賣單一的產品 或者是單一的服務的話 那還是聚集在這邊會比較好 就是確保說你這是一個獨門解藥 就是你頭銜下來 我就是瞬間幫你治好拒絕症 什麼之類的 那這當然又是另外一種做法 這個就跟生態系 就沒有關係 因為你不需要新的影響力領導者 你需要證明你的產品或服務 比別人都有效 那生態力領導者這個角色 對 他本身的影響力就要很大嗎 沒有 就是要大家只要聽到某個詞 就會想到這些人 在這個程度 對啊 就會變成說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行銷 對 就是說理念行銷 當然就是說 你聽到這個詞 你就會想到 那如果想到 他不是說指導你們那位教授 那當然是最好啦 那或者是想到你們的品牌 那也是非常好 那 對啊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像我們在國際上行銷 這個永續發展目標的時候 我們用的就是叫台灣Can Help 所以大概就沒有辦法 就是不想到台灣 因為我們的品牌 就叫台灣Can Help 或者之前社群有一個品牌 就叫V台灣 你不可能心想到V台灣 而不想到台灣 對 就是把它 對 或是想到 剛剛我們這個 早上才有辦一場活動 中午在這邊 叫做亞太社創工會 那來主持的 我們的共同主管司機 就是社氣流 那它本身是一個媒體 同樣你不可能聽到社氣流 而不想到社情 所以 就是說 這些都是很必要的 但是因為你們的 名字的關係 因為現在一般創創大概 你說創新 確實也許會有人想到 但是創意的話 大概 不太會想到創創 現在想到創創 大概都是創新創業 這是最固定的連結 所以 下一個就是說 那所以你們是加速器嗎 還是一個 台大創創 遇成中心 有嗎 你發現 因為台大創創 等一下會直接聯想到 它變成影響力領導者 就是說你講到創創的時候 你講到台大創創 或者是 行政院創新創業會 保密圈的那個 所以就是說 會變成是說 你的品牌跟你的創業與設計 有點脫鉤 因為你的品牌 被別的影響力領導者 收編 然後不同的影響力 往後去了 對 那所以我不是要你們改品牌 或者新創品牌 這個也不是一粟可及的事情 但確實要可能多想一想 對 像當時就是 翻轉教學這次的字 就是很好的例子 因為它並不是在講有細化學習 雖然它裡面有很多有細化學習的成分 但是因為以前沒有人這樣講 那所以就是大家一看 原來就是在家裡自己看電影 然後上教室大家玩 那這樣子的概念 忽然之間就變成一股潮流 那當然當它變成一股潮流之後 你的產品或服務員不會裡面唯一的 你可能就是一百個字 但是至少當初提出的這個人 多多少少還是可以保持影響力領導者的地位 好 好 品牌 你會有嗎 我差不多這樣 那你拿著寫 那因為我們有看到說 這裡自己在裡會 就是找一些社會創業 一些 像是一個預算機 對 對 會不會 因為我們知道 也有原本蠻類似的 會不會有 如果我們在投的時候 它會需要多遠 不需要從資深太島的 不過都會畢業 就是一年之後就畢業了 對不對 我們今年大概已經學完了 所以明年大概就會畢業一批 那像之前的婉轉學校 他們也是遊戲化學習 對 當然他們主要好像是辦 東陵跟夏陵 他們學習節奏比較不一樣 而且東陵跟夏陵 比較捨得花錢 據說是這樣 媽媽捨得花錢 這樣子 沒錯 沒錯 對 所以當然我們之前也有育成過 叫育創新的團隊 只是說 因為每年都是全新的 所以我想不用特別擔心 跟學長節有什麼重疊的地方 這無所謂 好 那 大概 你開嗎 我想 你今天應該是這樣 好 等一下我禮拜三都在 隨時都可以過來 好 因為我想到 其實我們有想說 就是因為有些記錄層面 還有整個就是 我們剛剛聽到我們的數位遊戲 我們現在可能有機會 跟資策會合作 是 教員說什麼 就是Ideal Ideal Ideal 所以 所以 我們會想說 那是不是也可以從那邊舉 想那邊開始 因為我們其實剛剛目的 我們現在就是 有部分部分 但有些技術還沒有完全到 對 所以就會想說 應該跟資策會 Ideal learn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我想都是得到多注目 因為你們現在的狀態是說 你們的 市場其實接受你們的產品 這樣聽起來 現在其實說 你們在市場的 awareness上面 就是 還並不是足夠多人 知道說 你們這套模組 可以用在各個領域 好比像說 醫療 那我已經第一次才聽到 你不跟我講 我也不知道 原來這個 這個概念可以用在醫療上面 那如果我都沒有聽過 那沒有聽過的人 應該是比較多 所以其實我們最近是 把蠻多的計畫 都放在這場 in GDS 所以我相信它會是一個 打開初步 公信力 或是影響力的第一步 所以我們選在這個地點 我覺得 就算是不錯 因為剛好要搭上書展 OK 那所以媒體呢 你們有 這是我們最困擾的地方 要找媒體這一點 我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對 想到的方式其實就很直接 我們想說 既然辦安市政府 是不是可以請大家長下來說個話 是不是就會有媒體介紹 有道理 這也是一個 另外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就是比較土法鏈關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這方面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可能 比如說從 我們從贊助的一些 清化書 然後就是灑下去 然後試試看 然後也去瞭解 試水溫 或是瞭解各個企業 對於這件事情的一些 這很好啊 這就是很好的消化 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就土法鏈關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的resource 然後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回覆最簡單 就是用灑吧 灑下去 不是這算是很好的 投履力的概念 就是cold call 這個 對對對 至少都要經過一下 對 這是有必要的 創業的過程一定會經過 對我會覺得說 你們現在的這樣子 一個開發方向 它是大勢手去 所以其實基層的老師是 可以說需求是非常強烈的 而且這個 隨著三年補教課方的 推行值會更強烈 它在接下來六年 大概不會消失 對 所以我會覺得 到不妨 就是 就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cold call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哪些人現在正在對你 對有進去 對 我每次想說 不知道 對對對 我覺得很棒 很好的一個方向 好 好 那就 反正隨時 保持聯絡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